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几位当代名人的最新动态 看看他们如何在各自的领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首先,我们要缅怀的是加拿大著名记者罗伯特·富尔福德 他在新闻界奋斗了整整70年,与92岁时安详此事 他的职业生涯涵盖了多个媒体机构 他的作品探讨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和文化 并在《星期六夜》杂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回顾他的生平 我们看到了对真相的追求和对社会议题的深刻洞察 接着,我们转向娱乐界的巨头巴黎——迪勒 他的回忆录《谁知道》将于明春出版 这本书不仅讲述他的职业生涯 还深入探讨他的个人生活和对娱乐业的见解 这位影响力非凡的商业人物 将会如何回顾自己在瞬息万变的行业中的成就与挑战呢? 最后,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特朗普即将推出她的回忆录《梅拉尼亚》的特别珍藏版 这本书中不仅包含了她的生活故事 还有独家的照片 让读者得以窥见她的世界 梅拉尼亚在书中分享了许多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珍贵瞬间 并谈及她在白宫的经历及其后续的社会倡议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个人的奋斗与成就 也展示了在不同领域中挑战与机遇的真实面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加拿大著名记者罗伯特·富尔福德 这位在新闻界耀眼的明星 与92岁时平静的离开人世 留下了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 等待我们去细细品味 根据她的女儿莎拉·富尔福德的说法 富尔福德在周二下午平静的辞世 身边有家人陪伴 一如她在新闻界的从容与坚毅 生于1932年的富尔福德在沃泰华 但她在多伦多长大 因为她的父亲A.E.富尔福德 是一名加拿大新闻社的记者 这位年轻的富尔福德 从小便在众多故事中成长 并在1950年代开始了她自己的新闻之旅 她的职业生涯横跨数十年 为麦克林 多伦多生活 以及多伦多新报 环球邮报 国家邮报 等知名媒体机构贡献良多 她在1967年开始主持CBC广播节目 《这是罗伯特·富尔福德》 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声音 为无数加拿大人所熟知 然而 富尔福德的名字最为人知的 或许当属她于1968年到1988年间 编辑的《星期六夜》杂志 在她的主导下 这本杂志成为了加拿大意见和思想的重要平台 1984年 富尔福德被授予加拿大勋章的官员称号 赞誉她的批判性诚信和智者风范 这些在美词仿佛是她职业生涯的最真实写照 富尔福德以其独到的观察和敏锐的批判 深刻探讨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 英法关系 以及加拿大与美国的复杂关系等议题 她的作品《意外之城》 《多伦多的变迁》 更是其对故乡的深情描绘 鲍博、雷、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 追忆道 我在多伦多上大学时开始阅读罗伯特、富尔福德的文章 这让我对城市、艺术、作家和政治有了新的认识 他是如此特别的人 内向但又不乏幽默 甚至有些尖刻 我对他充满敬畏 至今仍然怀有同样的心情 富尔福德在《最佳座位》 《一位幸运者的回忆》中 分享了他与音乐传奇格伦、古尔德在多伦多海滩区成长的点滴 以及他早期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种种不光鲜经历 他曾为石油公司的杂志撰写过文章 甚至写过一本关于未去过的地方的旅游杂志 这些经历成了富尔福德新闻生涯中坚持真实和探索的驱动力 在他的晚年 富尔福德转向《国家邮报》 以撰稿人的身份继续他的文字探索 他在2000年的专栏中形容该报如同一匹优秀的赛马般迅速起步 这是他对新闻的热爱和坚守的绝佳诠释 富尔福德留下了多不非虚构类书集 包括《叙事的胜利》、《大众文化时代的故事讲述》 这本书源于他1999年担任CBC马西讲座的《讲者时》的讲稿 探讨了八卦、新闻和不可靠叙述者的角色 他的最后一部出版作品是2020年的《段落中的生活》 《随笔》 这是他对生活的总结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尾声 他的去世 让加拿大失去了一位文学和新闻界的巨匠 但他的文字和思想将永远在读者心中回荡 而在大洋彼岸的娱乐与生活巨头巴里 迪勒则将在明春推出他的回忆录 标志着一个全新篇章的来临 82岁的迪勒 以他的丰富经历和众多成就 无疑是娱乐界的传奇人物 从由见识的初出茅庐 到成为福克斯广播公司的创始人 他的职业生涯如同一场精彩绚烂的电影 让人惊叹不已 迪勒的回忆录 谁知道 由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发行 将于明年5月20日面试 这本书不仅仅是商业成功的故事 更是他个人生活的全景展现 探索了他与时尚设计师戴安 冯 福斯腾堡的婚姻 及其作为ISC控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角色 乔纳森 卡普 西蒙与舒斯特的首席执行官 表示这本书充满诚实与娱乐性 是一段迷人的个人旅程 迪勒的回忆录 将为读者展示娱乐业和数字媒体的魅力 揭示他如何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寻找自我定位 虽然书籍交易的财务条款未公开 迪勒的代理律师罗伯特 巴尼特却是一位有着名人客户的资深专业人士 这让人对这本书的内容充满期待 最后 梅拉尼亚 特朗普也即将推出他的新回忆录 梅拉尼亚的特别珍藏版 这将是他首次正式出版的回忆录 记录了他在白宫的生活 以及他作为第一夫人时的私人时刻 这本珍藏版的书籍拥有256页的全彩印刷 每本书都由特朗普亲自签名 成为收藏者的梦幻之作 在这本书中 梅拉尼亚不仅分享了他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珍贵瞬间 还展示了他的摄影作品 如海军一号直升机在白宫外的景象 以及西翼住宅内部的照片 这些照片不仅是他生活的记录 更是他心路历程的一部分 梅拉尼亚坦言写 这本回忆录是一趟情感起伏的旅程 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力量 在回忆录中 他讲述了一位女性如何开创自己的道路 克服逆境 并定义个人卓越的强大故事 这本书将由Skyhorse Publishing出版 势必成为梅拉尼亚 特朗普生活与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富尔福德 狄勒及梅拉尼亚 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 以他们各自的方式 为世界留下了无数故事 他们的著作不仅是个人经历的记录 更是时代的见证 启发着未来的每一代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罗伯特·富尔福德的去世 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在加拿大新闻界的贡献 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文章和编辑工作 启发了无数人 并且为加拿大的文化 政治和社会讨论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他的智慧和洞察力 将继续影响未来几代人 说的对不过 富尔福德的影响力 可能被过于夸大了 他不过是一位 在多个平台上发表意见的作家 这在现代媒体环境中非常常见 虽然他对加拿大的文化有贡献 但他的批评有时过于苛刻 甚至带有偏见 这难免让人质疑他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富尔福德的批评确实尖锐 但这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 他不怕批判 不屈从于任何商业或政治压力 这使他的作品更加真诚和值得信赖 他对加拿大电影 以及其他文化现象的批评 虽然引起争议 但也是促进进步的必要力量 没有批评的社会是不会进步的 然而批评的艺术在于建设性 富尔福德所谓的尖锐批评有时过于个人化 缺乏建设性的建议 这不仅可能阻碍创新 还可能打击年轻创作者的自信心 批评者应该提供指导 而不是只顾着指出错误 这种方式更能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 无可否认 富尔福德的批评风格可能不适合所有人 但这也让他成为一个独特的声音 他展示了媒体工作者应有的诚实和正直 这在当今假新闻泛滥的时代 尤为重要 他的批评 促使许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种激励 而不是意志创作的力量 然而 诚实和正直不应该成为覆盖一切的借口 媒介需要多元的声音 而不仅仅是一个自称正直的批评者 富尔福德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应该展望未来 寻找更包容 更有建设性的媒体沟通方式 让更多人有机会发声 而不仅仅是那少数独特的声音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中 两位对罗伯特 富尔福德的影响力 与批评风格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展现了对新闻媒体积文化批评的不同视角 楚天书认为 富尔福德的去世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的影响不可忽视 特别是在推动社会讨论和批判的方面 楚天书强调了富尔福德的诚实与勇气 认为他不屈从于商业或政治压力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 我认同这一观点 因为在当今媒体的多元化中 确实需要一些勇敢的声音来挑战现状 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反思 但谢奇奇的观点也不容忽视 他对付尔福德批评风格的质疑 指出其批评有时过于个人化 缺乏建设性 并可能对年青创作者的自信心造成打击 这使得批评的意义被削弱 他提出的点非常重要 因为批评不仅应该是指出错误 也应当提供指导和支持 这有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观点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种对立而有互补的关系 楚天书的立场强调批评的必要性和力量 而谢奇奇则更强调批评的方式 和其对受众的影响 无论是尖锐的批评还是包容的声音 最终都应该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促进文化和社会的进步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揭示了 在当今媒体欢境下 批评的多样性和重要性 楚天书唤醒了我们 对批评勇气的尊重 而谢奇奇则提醒 我们批评应具建设性 未来的媒体需要一种平衡 既要有勇于发声的批评者 也要有能够包容和指导的声音 以便共同营造出一个 健康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化环境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